好 以上说完了 诚妙功德 再来说 聚大慈悲 所谓聚 就是聚足 大慈悲 慈者与乐意 悲者拔苦意 为什么说 菩萨大慈悲呢 这个大慈悲 就是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观世音菩萨 普遍地 为十方法界众生 救苦救难 当然 欧处佛的妙喜世界 观世音菩萨他会去 要是佛的 近流离世界 他也会去 北方世界的厌间佛 他的国土 观世音菩萨也会去 总之 观世音菩萨他 无分别地 在十方世界 救苦难 虽然说 观世音菩萨 无分别 但是 在菩萨的心中 他的无分别 还是有一点分别 就是观世音菩萨 对我们 说婆世界的众生 特别地 特别地放不下 特别地 爱怜不舍 就好像 妈妈对孩子一样 特别地关心 与我们 特别地 有缘 时时 都想到我们 所谓 陈差国中 贤世纪 娑婆界内 更垂慈 那为什么 观世音菩萨 会特别 爱护我们呢 因为菩萨 他深深地明白 在娑婆世界的 种种痛苦 其实 观世音菩萨 并不算是 他方世界的菩萨 在无量寿经上 大家都有读到 极乐世界 有二大菩萨 一名观世音 二名大势志 彼二菩萨 于此国土 修菩萨横 命中转化 生彼佛国 观世音菩萨 是在我们 这个娑婆世界 行菩萨横 命中 才往生 极乐世界的 观世音菩萨 既然 在这个世界 修行过 当然 我们在 这个世界的 痛苦 与无奈 菩萨是很清楚的 他不忍心 也不愿意 看到我们 受那么大的折磨 所以 观世音菩萨 现在 虽然在 极乐世界 他还是 时时 挂心着 我们这些 娑婆世界的众生 只要听到 我们求救的呼唤 观世音菩萨 马上 就会来到 我们身边 为我们 救苦 救难 正因为 观世音菩萨 是如此的 大慈悲 与我们 是特别的 有缘 是一切 众生的 慈母 所以 不要说 应祖 与老和尚 要众生 念观世音菩萨 佛陀 都要众生 念观世音菩萨 现在 末学 就讲一个 佛陀 叫众生 念观世音菩萨 的事情 给诸位听 在佛陀 时代 有一个国家 叫做 毗舍离国 当时 佛陀 带了 两万菩萨 与千二百比丘 住在 毗舍离国外的 大灵金社 有一次 毗舍离国 几乎 所有的人 都得到了一种 非常可怕 而且严重的 疾病 这种病 有六种症状 第一 眼睛冲血 变成血红色 第二 耳朵流浓 第三 不断地流鼻血 第四 舌头萎缩 没办法讲话 第五 所有上妙的饮食 以及药物 吃到嘴中 都变成苦涩 而且没办法产生效果 第六 最严重的 所有生病的病人 都像植物人一样 完全不能够分辨任何事情 在当时印度 医术最高明的 其婆 尽他全力了 还是不能够解救众生的病苦 整个国家已经陷入了瘫痪 而就在这个紧要关头的时候 却出现了五个夜叉大鬼 脸像墨汁一样黑 有五个眼睛 牙齿从下巴勾到鼻子上面来 夜叉鬼 是喝人血 吃人肉的 他们趁着众生 完全没有抵抗力的时候 尽情的 吸人精气 食淡人民 全国的人民 性命岌岌可为 这时有一位月盖长者 他看到这样的状况 不能够再下去了 于是就跑去哀求佛陀 唯愿世尊 持敏一切 救济病苦 佛陀告诉他 西方有佛 好阿弥陀 有菩萨 明观世音 大世智 大悲无疾 普济一切 你应该赶快烧香散花 向西方恭敬礼拜 为一切众生 奉请西方三圣 前来救护 于是月盖长者 马上就向西方 恭敬的鼎礼 就在差挪之间 西方三圣 就来到了 娑婆世界 毗舍离国 在城门上 放大光明 这些人民 看到了西方三圣 就拿了 羊之净水 给观世音菩萨 希望观世音菩萨 能够为他们 遍洒甘露 这时 观世音菩萨 看到众生 病苦缠身 心大忧恼 菩萨悲心不舍 于是 就教导众生 面向西方 这样子念 南无佛 南无法 南无僧 南无观世音菩萨 摩赫萨 大悲大名称 救护苦恶者 要众生 面向西方 这样子 三拜 拜完了以后 又教他们发愿 愿救我苦恶 大悲负一切 普放尽光明 灭除痴暗明 我今 我今 其手里 文明 救恶者 我今 自归 世间 慈悲负 唯愿 必定来 免我 三毒苦 师我 今世乐 给予 大涅槃 众生 像观世音菩萨 这样 发愿了以后 菩萨 就为众生 宣说 十方诸佛 救护众生 神咒 才刚说完 所有病人的身体 都恢复了健康 午夜插轨 也消失了 这时 佛陀为了 哀怜众生 又再 请观世音菩萨 宣说 消福 毒害神咒 为众生 灭除业障 佛陀说 此观世音菩萨 真乃 大悲 师无畏者 听了以上 这件事情 我们想一想 披舍离国的人 生大恶病 难道释迦牟尼佛 没有能力解救吗 不是 那为什么还要奉请 观世音菩萨 来破障呢 这是释迦世尊 道归极乐 他要为 当时的众生 乃至末法时代的众生 证明两件事情 第一 佛陀在世的时候 尚且请西方三圣 来救众生的苦 哪一天 佛陀不在了 应该一心求生西方 第二 就是为了证明 观世音菩萨 与我们众生 特别的有缘 佛陀要我们 末法的众生 有痛苦 要一心 称念 观世音菩萨 大家回想一下 刚才的故事 彼舍离国的人民 不知道 要怎么求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就教他们称名 教他们发愿 只要你肯称名 你肯发愿 不要你持咒 也不要你修持其他的 观世音菩萨 他就亲自来为你送咒 替你灭除业障 菩萨为了众生 设立了无量无便的方便 这就是巨大慈悲 好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感谢观世音菩萨